規定是拖車要駕輔助人 還大型 你以為我沒被拖過 氣焰這麼高 對著警方大呼小叫 邊叫 手機還邊拍 自己違規再先被拖掉 還不願配合 甚至說警方的行為像個賊 就差大一樣 會錄 會錄 沒駕輔助你想拖人家車 對不對 警方對徐欣駕駛好說歹說 結果卻是對牛彈琴 徐欣駕駛怎麼樣都不肯配合 原來他使用奧風 把貨車的起降板故意降下來 不讓貨車被拖走 警方最後只好把他帶到路邊 好好再說一次 如果不配合就以妨礙公務來送辦 這才讓徐欣駕駛乖乖聽話 吃完的時候才出去看到 那時候可能好像是 那個貨車的後面的那個升降的那個 他放下來 就不讓我那個警察脫了 原來許姓駕駛把貨車並排停在路邊 跑去吃飯 結果飯吃完了貨車也不見了 跑了出來追脫掉業者 他先是跳上貨車的駕駛座 逼迫脫掉業者停車 隨後故意降下起降板 強行不讓貨車被拖走 開始跟警方吵有沒有裝輔助輪這件事情 一炒就是10多分鐘 但其實大貨車是不需要裝輔助輪的 大貨車後面有雙個輪胎 那一般我們那個 架車那個輔助輪 因為是大貨車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來做一個輔助輪的架設 自己違規在先賣弄髮條 還誇張放下起降板阻拖掉 民眾千萬不要有樣學樣 不然除了車子一樣會被拖走 最後還會被警方以妨礙公務一起帶走 東升新聞黃春景賴正凱在新北市採訪報導 好 好